HELLO 大家好,如果前幾天有看過我IG的朋友 都知道我那天發生了一件很慘痛的事 就是我人生第一次做麵包,忘記了落酵母 試完就是兒子來我家玩 打算請他吃新鮮麵包 於是為滿心歡喜打開麵包機 一打開,蛤?為什麼會這樣? 原來我忘記了落酵母,真是人生第一次 不過又馬上阿Q精神 反正難得忘記了落酵母 不如就分享今次失敗的成果給大家看看 讓我帶個隔熱手套拿個麵包出來 這個根本是麵團的化石板 它又不是像石頭那麼硬 手感有些像乾酥餅 很想剪開給大家看看 咦等等,忘記了攪拌葉在裡面 如果剛才真的不小心大力剪到包裡 攪拌葉應該都會GG 那我就用手撕包拿回攪拌葉出來 真的好像玩尋寶遊戲一樣 糟了,剛才有沒有弄花到攪拌葉呢? 查了之後好在沒事 剛才那個真的錯誤示範 大家都要小心點 那現在我就放心剪開一半 讓大家看看裡面的質感如何 登登登登 就是這樣了 因為沒有落酵母,完全沒有氣孔 包完全沒有彈性 只是好像在吃一個熟了的麵團 希望大家見到我今次的教訓 以後做麵包的時候 都提一提自己 記住最後要落酵母呀!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我今次的影片 除了這個Youtube頻道之外 我還有一個IG、Facebook專頁 和一個OpenRise的帳號 歡迎大家進去和我一起分享 生活和飲食的點滴 那今天就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